最艱難的一場戰役 如果想要當藝人 非常抱歉 沒有天天 沒有天天在過年的 你們今天不要 好 我們來看看只有一個 Can't take my eyes of you 到底可以得到幾分 請給登 19歲 妮幼佳的演出 得到的分數是10 45 16 恭喜第二位過關 終於採聲 有沒有什麼話特別想說 所以你馬上一過關就 好像整腹筋骨都放鬆了 剛剛好緊張這樣 然後呢 我以後吃清淡一點 你要吃清淡一點 不過還是要恭喜你過關了 恭喜登上衛冕者寶座 請擁抱一下我們的劉明豐 一個人在那裡 真的睡不著 好 我們馬上歡迎到的這一位 是18歲的盧學睿 他今天帶來Let me know 是李久哲的歌詞 這次比賽 剛剛有抓到快歌 所以就還滿緊張 因為是第一次唱跳 所以就是怕寸不過氣 然後唱不完之後 好 好 愛情無害 只能不能忍受傷害 我的愛 已談愛 人海中想為你存在 好 別太慈愛 別休息 實力相當雄厚的盧學睿 實力相當雄厚的盧學睿 也演出失常 今天的快歌選定賽 目前只有兩位過關 參賽者們請把握機會囉 該怎麼想 想你想到誰呀 請你給我放下 告訴我怎麼樣 才對著你悲傷 靠近也好 暗示也好 感到美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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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近也好 微笑也好 感到美濃 感到美濃 其實盧學睿在這個資料上面 是寫說 同學常常笑你說肢體殘障 所以就加入了一些簡單的舞蹈 對 對你來說一開始要動會不會 其實就是在準備唱跳的時候會 很緊張 對 因為這是第一 算是第一次唱跳吧 因為之前自己都唱出新歌 然後這次就 其實抽到要唱快歌的時候 自己有在想說該怎麼辦 老師你要等到給完飛以後 再問同樣的問題 他搞不好想都不一樣 噢 噔噔 好 我們這邊有一個疑點 先看一下這個KIMIKO老師 覺得他的節奏怎麼樣 他也自己編了一些舞蹈動作 那個動作不要做一半 因為其實我覺得你 可能沒有你自己想像的 那麼不會跳舞 真的 泰哥其實有一個掌握的訣竅 就是正拍加重音 所有的正拍 downbeat 盡量稍微有power一點 會聽起來會有律動 整個律動感會很好 好 就是說柴姐對於她愛講英文有意見嗎 還是 沒有 周志平講vibration都沒事 我只是怕他講的 然後那些觀眾或者是柴柴姐就聽不懂 正拍正拍 很驚蛇不要講了啦 好 張宇老師有沒有話要補充 這個是個很好的經驗 因為你們平常這都不是你們平常很擅長的演出 所以說自然而然一定會 對你們多少造成一些失常一些壓力 那這個 但是一樣老話一句就是說 你今天你如果想要當藝人 非常抱歉 沒有天天在過年的 我們也要唱我們也要跳舞 我們也要唱歌 我們也要玩遊戲 我們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盡量享受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那我說一個非常非常嚴格的話 你們今天的演出 很平淡無奇 就是我會覺得 就是你說不好看也不會不好看 你說很好看也不會很好看 那我們所以慢慢的大家的表情就會變成 呆掉 對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因為 你們現在的演出不是你們拿手的 但是 沒辦法要當藝人就是這樣子 好 就算不拿手可能要多練習 不過我覺得經過今天這一輪比賽 可能他們應該打從心裡 對所有開演唱會 動感歌手你知道 尊敬的五體頭弟 你就知道那有多難 還要記歌詞對不對 好的 我們來看看盧學瑞 今天可以得到幾分 請評審按燈 盧學瑞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11 12 13 14 14分 還是沒能過關 很抱歉 用微笑帶過旺詞師父的盧學瑞 雖然賽前很努力的練習 卻還是遭到舞台 面對平均演出水準偏低的參賽者 評審們的討論 瀰漫著一股不尋常的氣息 到底這八位參賽者中 有哪兩位 將永遠離開這個舞台呢 好 我想評審呢 經過這個審慎的考慮跟辯論之後 馬上就要宣布 今天有兩位要離開這個舞台 我們請到的是呢 這個資深製作人 我們很美麗的製作人 柴志平柴姐來宣布 我希望不管我們淘汰誰 好 不管誰留下來 希望大家都還是抱著一個 我們今天既然來參加比賽 然後能夠來共同參與 得到學習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這邊先宣布兩位 就是 李宣榮 李宣榮請出列 還有 13號的謝正廷 謝正廷已經出列 今天怎麼會這樣咧 其實本來可能爸媽覺得說 搞不好贏得唱片合約的是你 為什麼搖頭 嗯 練習時間不夠 練習時間不夠 然後一直忘記 還有李宣榮其實她準備的也不錯 今天這個 評審的這個決定 其實自己會不會覺得很 很 會不服氣嗎 還好啦 嗯 我會繼續加油 對 會繼續加油是不是 好 其實她一路走來 桃子姐 妳在幹嘛啦 蛤 不是 這兩位淘汰嗎 沒有啦 我們剛剛是說我們宣布的結果 是這兩個會入圍啦 我 桃子姐在幹嘛啦 我剛剛 不是 因為評審講說這兩位這兩位 然後一被叫出來旁邊 大家都一直在嘆氣一直搖頭 啊 啊 原來原來不是這 我們剛剛是說我們先宣布一個結果 就是說這兩位雖然有一位失常 雖然有一位那個上半部不太OK 可是這兩部我們希望他們先坐到台上啦 有沒有嚇一跳 蛤 先生庭 剛剛沒有哭現在兩個妳知道 終於壓力解除 整個眼淚都飆出來了 現在心情如何 蛤 現在心情如何 先生庭 你有沒有覺得今天評審真的好恐怖 不但是眼鏡蛇還會玩弄人家的感情 好 各位阿姨抱抱快點 現在心情怎麼樣 她已經在噴口水了 她講話已經鼻涕跟口水都噴出來 李軒蓉也是剛剛嚇一跳是不是 嚇得很大跳的 也哭了被你們逼出來 而且心裡OS一直想說 後面有兩個比我更該被淘汰 OK 所以這兩位是賭定可以入圍是不是 對 就是討論了很久 決定這兩位還是可以衛冕 不愧是戲劇節目製作人高潮迭起 來 請兩位暫時登上衛冕者寶座 接下來是由 章魚老師來宣布 現在真的叫出來的就是要淘汰的了 這個 說實在的 我們剛才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完全想不出來你表演了什麼 所以這個是 兵家大忌 就是你要上台表演 你就要讓人家記住你 那我非常抱歉 必須要宣布 這個第一位被淘汰的